年底了,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清仓季,每天各地赶来逃货的人络绎不绝,其中不乏想要浑水摸鱼的人。 12月19号下午3点,四季青服装市场内的李老板称,门外货架上有四件铜装被盗了,接警后不到一个小时,明警就在市场内找到了嫌疑人张某,但张某手上只有三件女装,并不是那四件铜装,他也不承认有盗窃行为。 民警调出监控,最开始张某走到一家铜装店门口,挑了一阵,后来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,直接从货架上扯下四件衣服转身就走。 继续看监控,原来当天张某一共对四个摊位下手,选择的都是室外货架,张某一共偷了九件衣服,嫌拿在手中太重,他居然想出了一种减负手段。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,原来是因为那个嫌疑人张某,他在边走边逛边拿的时候觉得太重了,就把那些得手的那些东西先给他寄回到老家去了。 所以,等民警找到张某时,他手上拿着的衣服也是刚投来的,还没来得及寄出去。 经过调查,张某在河南经营一家服装店,以前都是去广东进货,这回是第一次来杭州四季青进货,下了火车就直奔市场。 因为他是觉得说市场这么大,而且看里面的那些收货员员什么特别忙碌,没有空去注意到自己,所以他就有点贪小便宜吧,因为自己店里面的效益也不是非常好,这才有了他那个顺手牵羊的事情。 警方已经把脏物追回,这九件衣服中,有几件是羽绒服,总涉案价值已经超过三千块钱。 目前,张某因盗窃,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 我们四季青服装市场呢,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,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,每天都是超过十万的人流量,临近年底了嘛,然后呢,全国各地过来扫货的人,就购买年货的人是非常多。 所以呢,在此我们公安机关也是想提个醒,就是说,临近年关,大家务必守好自己的钱袋子。 1818红金一人记者报道。